国内外观光客涌进的故宫博物院 现在却经传说有这个莲花池里面的福寿罗 跟这个虾子为了要消灭掉呢 所以到最后呢却造成了一堆死于虾的情形 两只青蛙仰天朝上 旁边的熬虾也身体卷曲惨遭毒害 每每莲花池是成了水中生物的坟场 而这地点就是台北故宫的智德园 原方为了消灭莲花池的熬虾跟福寿罗 结果也把整池的鱼跟青蛙给毒死 让民众大骂破坏生态 最好是不要赌啦 青蛙啊什么福寿罗啊什么小鸟来这边都是很好 我们来这边欣赏一下不是很好 从福寿罗里面就去抓福寿罗呢 妨碍生态 占地月500坪的莲花生态池福寿罗和熬虾占最大宗 故宫最近为了维护莲花的盛开品质 把对水中生物有害的苦茶破倒入里头 让整池的鱼蛙死了光光还臭味肆意 那种苦茶破比较适合农田来使用 不适合那种池塘啊 还是生态池来使用 由于苦茶破是苦茶子提炼而成 对人体无害 不过鱼池污染也需一个月才能将毒性排除 故宫强调会再多做改善 但想要杀死歪来种 却让其他生物也惨遭持余之殃 粗糙的手法让故宫争议事件再添一桩 尊确章 樊佳文台北 蔡茂导 上岁佳文台北 蔡茂导